我常听见信徒有个困扰 就是知道要祷告 但却总是觉得祷告很乏味 所以就渐渐不爱祷告 但也因此常受控告 也与神越离越远 越来越没有把握 神会祝福他们 慢慢的 也就越来越不知道要怎么祷告 也不敢 不想祷告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各位 我们有时会祷告到 没有内容再祷告了 那是因为 也许我们已经不断的向上帝 求我们所要的东西 一直长期反复的求 到一个地步 我们把所要的都求完了之后 就没有好再求了 更糟糕的是 若我们反复求 还是没得着 我们便会更灰心 不想祷告了 其实 祷告不单单是重复性的向神提出请求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 你们祷告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天赋 早已知道了 当然 跟神说话 却不懂怎么听见神 那他的祷告自然就会无谓 那很多人在知道该祷告却不爱祷告的情况下 只有很无奈的一直逼自己和他人祷告 结果就是 他们的祷告 只有责任 没有能力 只有字句 没有感动 花了时间祷告 却没果效 所以 当祷告已经感觉很乏味时 死板的逼人祷告也无济于事 那我们要如何再次让祷告有趣味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祷告要有双方面的互动 才会甜蜜的 因此 我们在祷告中除了要讲 也要得神的感动和声音 就是在祷告当中 必要确认神有垂听我们的祷告 有时 虽然我们不一定马上得到我们所求的 但只要神是活着 又是爱我们的 必定有当下的恩典 比如 虽然还没有找到工作 但今日所需要的饮食还有 健康的情况确实很糟糕 但人的信心却扔得保守等等 当一个人确认越多时 他的信心自然会增长 有了更多信心 就会对祷告更有期待 而祷告也自然不会那么乏味了 因他在祷告之中是有跟神互动的 也有听见神的回应 那如果我们要听见神的回应 不能只有围绕着自己的关心 乃是要在祷告中 那神自然就会以心恩来回应我们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说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时 神便会向我们写明他新鲜的旨意 点心我们 让我们得着在祷告之前 没有得到的感动 有些人总觉得祷告很闷 因他们总得不着神心的灵感 但很奇妙的 有些感动 有些点子 有些平安 有些能力的 是我们一秒之前没有的 但在下一秒祷告后便得着了 而这样的新感动 新平安 新能力 是只有当我们按着神的话 神的旨意祷告时 才会得着的 有时我预备信息 没灵感 或是牧养人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但祷告时 便有了神赐的新灵感了 各位 你们若时常在祷告中 享受这样的心恩 那你自然就会向往祷告的 但有些人就是觉得 正是因为神成天 要他们关注他的旨意 所以祷告才会乏味 因神的事 对他们而言是乏味的 他们更有兴趣的是 自己的需要 有没有被填满 各位 不要以为神不关心你的需要 其实 神的旨意之中 也包含了我们今天的需要 能被满足 所以耶稣也教导门徒祷告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各位 当神的儿女够用 也不被撒旦 或是试探 胜过时 神变得荣耀了 因此 神也关心 你私人的需要 挣扎和处境的 所以 不要放任 你的不幸 因你不幸的同时 你已经 无力 祷告了 因你的不幸 会让你觉得 祷告 也没用 当然 我明白 我们软弱的人 也常常很无奈 因并不是 我们要怀疑神 但是 往往 很多不幸的意念 就是挥之不去 但是各位 我们有很多 不幸的意念 并不代表 我们就要放任 使不幸 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 繁殖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借着 确认神的应许 和真理 和过去 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来淹没那些不幸 你的信心 恢复的同时 你的祷告 也会活过来的 弟兄姐妹 若你现在 正觉得 祷告很乏味 这不是因为 神不愿意 听你的祷告 神仍然爱你 但你祷告的内容 和心态 需要更新 盼望今天 短短的分享 能让你再次 找回 祷告的动力 和期待